农历春节假期 民众家中用火 用电机会增加 火灾风险相对提高 为了避免年节期间发生汗事 县府消防局办理有接宣导 传达居家防火观念 同时从今天到2月5号 民众可以上消防局网站有奖侦达 丰富的奖项也将在元宵节后凑出 我们特别办理一系列的防火宣导的活动 包括从今天早上的9点钟 在我们前线22个分队 13个乡镇室同时同步 做防火宣导的游行 我们也开放分队的消防队 供民众来参观 来学习防火尝试 那第三个系列活动是 我们从今天开始 在消防局的网站 就是从1月19号到2月5号 我们办理的一个有奖侦达 林局长也带领一销 凤凰之工 以及防火宣导队等同仁 前往南投捐血时响应 捐血活动 一同为民众的安全 以及健康尽力 长久以来 他们在119都会发动 他们所属办理捐血活动 由于在春节期间 我们的库存量非常的低 都把血液供给到医院来备用 那现在O型血 库存量非常的低 只剩下了四天 那春节期间 如果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上台中捐血中心的官网 查询有服务的时间 让大家民众在休息期间 也可以来支持捐血 今天来参加这个捐血活动也蛮多的 包括我们消防同仁 右边这位就是我们消防同仁 还有我们很多的衣销 志工防仙 刚刚看了排队的也很多 都同时来在119消防节来捐血救人 林局长强调 农历春节前后天气寒冷 民众在家中用火用电更应注意防灾 如吹去、电器 不使用的时候应正确关闭 不使用的电源应拔起插头等等 平时多一份防灾准备 就减少一份财产损失 也更能够保障乡亲财产安全 记者邓公佑南斗市采访报道